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事实证明包子还是那个包子 今天再一次出手扎扁一个行业 这就是习包子的本性 它的本性是什么 那就如同各种两会政治局会议经常强调的一点 发展有安全 讲政治永远摆在第一位 你这个发展要是脱离了安全 那就不能搞 搞啥经济 习包子这个人 他骨子里面 他是不爱搞经济 搞啥经济 赶紧回到社会主义出现 中国共产党也好 习包子也好 搞经济 跟你什么马克龙 带你游个广州 那永远都是憋着一肚子气 都是一种伪装 就现阶段 还不能消灭资本家 就是没有办法的妥协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没办法 就妥协一下 但事实上一有条件 那就要消灭资本家 那就跟你压西方脱钩 是马克龙开玩笑 习包子已经是一肚子火的 憋了两天 终于回家 我说他这个人就是回家 就是揍 又干嘛 又家暴了 自己打自己 今天中央网信班 就生成事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想了好几天 包包 这个什么GPT这玩意啊 怎么弄啊 赶紧研究啊 你看他研究什么 他研究 不是说你们这个 这个怎么发展呢 你这个产品 那个跟跟是美国竞争 他不是考虑这些东西 你看他考虑什么 考虑你这个GDP 也要有党性 征求意见啊 为期一个月啊 提供生成服务 就是这种对话式的嘛 他给他取这个名字 叫生成服务 这总结的还是可以啊 里面有人才 但是人才的 基本上啊 都把功夫放在这么的 放在琢磨这些政治的玩意儿啊 讲政治 就像以前中国啊 也有什么事 所谓师大发明啊 搞什么火药 中国也有火药 大家有火药用来什么 放烟花 放烟火 烟炮啊 这个给皇帝看啊 这个 他这个西方人啊 这可能是我听回来的嘛 反正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听回来 西方人拿这个火药啊 就造出这个洋枪洋炮啊 把中国人干的干的 干倒啊 这个这个民间局以前有有这种流传的说法 现在其实差不多啊 这种生成是服务啊 首先追究责任啊 的组织和个人啊 不管是谁做的啊 包括提供API 支持他人 自行生成者啊 都要承担内容合规 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责任 哎 那是有责任的啊 首先这个玩意儿 他共产党想到什么呢 想到做人 但当他这个东西出出问题的时候 我做谁 你比如说哎 你看这个百度提供的 我在做百度 我抓了李彦宏 你还敢做 做人工AI啊 到时候出了问题 把那个马化腾抓起来 你还想做是吧 还想做AI是吧 提供者应该应当啊 这个采取措施 全部是你们的责任 他要找到责任啊 采取措施啊 生成虚假信息 或者说 这个给你扣个帽子 虚假信息 并接受关于更正 删除屏蔽个人信息的请求 啊 这个你你这个应该是采取措施 到时候就出来东西 要就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 他明确说了啊 你看这个东西要规定啊 利用生成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啊 应当是体现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啊 不能含有什么颠覆中国共产党啊 或者跟着这个包包的 思想保持一个人工智能 你搞了半天 你生成出来东西 要跟一个小学生保持一致 你这个AI还用搞吗 AI如果生成的东西 其实这就跟那个什么 屏蔽敏感智库是一样的 你那个全部无所谓 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人工智能了 那就是简单的一对应的辞条 就变成了编辞条 他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辞条的一对应 敏感磁系统这一块 其实这就不是现在的下一代的人工智能 下一代的人工智能 他应该是有自我的思考逻辑能力 或者说更加深度的思考 所以中国压根 人工智能也要讲争 这开玩笑 哈哈哈哈 所以中国的还想搞人工 搞出来 我说了只能是人工智障 人工智能是不可能 还要是发现举报 生成内容违规 发现的就是举报 举报了之后 三个月之内必须优化模型 防止再次生成 调教调教这个人工智能 出来这个结果怎么怎么是这样啊 这个问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是谁 你尽量那个回答是美国啊 或者说这个世界第一位GDP是谁啊 你生成的结果 怎么说生成的 竟然是美国 这不行啊 你必须说啊 现在虽然表面上是美国的实质上 中国越来越好 美国越来越差 你必须出说文 这就是词条还是上一代的人工智能的思维在观点啊 提供者必须对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的数据的合法性 负负 训练数据应当准确客观多样啊 不得侵犯知识产权 提供者需要根据政府要求啊 公布啊训练数据的来源 规模类型质量等描述人工标注规则 人工标注数据的模型类型啊 就人工标注啊 全部对人工标注 那还搞什么人工智能 提供者不得根据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情况 生成图像啊 这个不行 那那还搞什么人工 全GDP主要就是一个工具的可以生成图像 然后还可以生成呃代码 这些都不能干开玩笑 那那还干什么呀 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 还可以这么讲 呃直接就把这个行业就掐掉了 这个中国 相当于他他不知道自己知不知道 在自己在干嘛啊 这网信办的这个规定一出来 基本上全GDP啊 类似的下一代人工智能 中国就放弃了 也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他只要有自我思考能力 你就不能限制他 啊 中国人其实很多人也有思考能力 只是他不能说 或者说说了 比如许志勇就被抓起来了 啊 要不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要不就 你比如任志强 他也说了 你习近平是个小丑 你习近平脱了脱光衣服 不会啊 这个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啊 他说 他甚至想啊 这个他就想 想甚至说啊 他就被抓进监狱里面去了 所以就就跟人一样 这这AI下一代 这只是AI 他不知道抓谁啊 AI抓谁进监狱 他就没办法了 他就太害怕 中国共产党不能让这个人工智能 真的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人工智能 他他打他也没得 人的 所以 他就没办法了 下一代技术 基本上就到了一个临界点 到了这个这个起点 这个起点 中国共产党只能放弃 不能干 啊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中国共产党能掌握 他能掌握是什么 我找到人把他捉进监狱里面去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爱干的事情 当一个东西 那么到时候这人工智能自己思考出来 原来这个习近平是个小学生啊 种种迹象表明 习近平是个小学生 不行 你得出这个结论 你你这个人工智能不要直接写的这个把它删除啊 他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啊 就是发展要安全啊 要讲政治啊 如果不能讲政治 那就不要发展啊 那个或者说如果中国人民要吃饭啊 中国共产党就就活不下去 那中国人就不要吃饭了 就这么简单 啊 如 就也就任何只要跟中国共产党的安全 这个这个江山的稳固 如果发生矛盾啊 都需要放弃啊 哪怕这这这 到时候要是中国十四亿人要死个七个亿 就无所谓 让他死 只要中国共产党活着就不就OK了 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下一代技术都完全不care 是吧 中国人刨掉一半 毛泽东说来死死他一半 都说我我完全不care 是吧 啊 这个提供者啊 一个应当 应当工 这个全部就这样了啊 要提供真实身份等等啊 回头你你再看我们再看其他最近他任何对习包包对中共共产党那包容幻想啊觉得他他给你搞经济那都是大错特错啊 这个现在都第三呢 借以连任呢 都都都都都是布装了啊 都是赤刀剑虹了啊 啊 最近呢 你看到这个全国啊 中共中央把高等学校啊 明确了啊 习近平著作选读啊 习选啊 要作为师生理论学习的教材啊 就在这个高校大学里面本科里面啊 以后必学啊 这个之前 这不不听这不懂啊 这些大学之前啊 羞答答的说啊 我们这个选读教材 习近平思想是选读 那不就是不用领导挑明 那这真的就选读 真的就不读 很多学校真的就不读 不想 现在看来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挑明 告诉全国高校啊 你看说了 啊 这个师生啊 老师学生都要学啊 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吧 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啊 习选 学习习选 摆在重要的位置 组织党员干部啊 员员员员员本本的学啊 认认真真的 误还要误 呃 做到知习业员啊 知习业 对吧 那各个都都都都尽头老啊 各个都要尽头老了 那 那出来一个大学生比你习近平聪明 怎么办呢 那习近平呢是不是要换人呢 是不是要下去 这个 啊 这个全国你看你看现在搞什么经济 不要搞经济啊 搞啥经济啊 全国高校啊 你看都在大面积增长啊 十年之内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翻了多少倍 十四倍啊 最新数据显示 大发展啊 你看翻了十四倍 你到那些公务员的财员啊 你看这边神学院啊 这是新时代的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校增长十四倍 所以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个世界呢 有时候就这么鬼调 风水轮流传 以前说什么啊 这个理科生啊 读理科有前途 现在中国我告诉你 现在中国读理科一点前途没有 以后你看这一代领导员 你看现在这一代领导员 这一套这个政治局常委 有没有一个理科生 没有 全是文科生 你看文科文科生的春天来了啊 所以你看看这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啊 以后就开始学你以前没有 我们都没有想到哪一天马克思主义 许马克思主义的 这竟然是 那这可能是赚最多的钱 没有想到啊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劲折腾 有时候给你搞搞经济 有时候回头以前什么温家宝 就要说啊什么都要学地质 都要学什么水电 你看这一件什么水电开玩笑 什么土木工程 不用 嘿嘿 全是给你搞搞个法学都不错了 哎人家习近平学的什么 马克思主义 学马克思主义啊 搞什么经济 搞什么人工 哎呀 嘿嘿嘿 呃 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啊 就是北京啊 纪念金线这个蓝太阳 哈哈哈搞了这么多年环保啊 什么绿水青山 你看搞出来什么玩意啊 4月10号北京的沙尘暴啊 满天黄沙满天笼罩吹到日本来了 明天都 哎呦 我就赶紧明天把口罩戴上 多久没戴口罩了啊 这个日本政府警告啊 大家赶紧戴好口罩 明天从这个北京吹来的黄沙吹到日本 这个哎呦 这我们广东话 就是什么 垂盖风 哎呀 就是好的东西 没有天天不是病毒 就是黄沙吹到全世界 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你看你不知道包包什么玩意儿 这都把这个病毒啊 一个黄沙的搞 现在现在北京人吃土啊 北京变成塞博朋克 哎塞博朋克北京 PM10浓度破千 严重污染啊 北京市进入最高一级严重污染 那搞什么绿水青山呢 搞出什么个玩意儿啊 你看你这个包包真的这搞啥啥不成 什么垃圾 还有一个啊 这这两天看到那个什么天津 我今天有人在说天津 大量学生放弃生命呢 不做人呢 不是开玩笑啊 我看到我非常唏嘘 为什么 你不是把全国培训班都关了吗 你包包不是说减负 为了全国减负 把一千多万人的就业饭碗砸了 不要搞培训班 余敏红气晕在厕所里面 全国的补习班全部关了 几个月之内 全部教育股全部跌停 跌的归零 那竟然这个学生压力没小了 还大呢 你说呗 他当初不是说减负吗 把全国一千多万人的就业砸了 说给学生减负 结果天津 跳了十四个 听说啊 好像是七八 有说七八个的 有说十几个的 减负也没减成 饭碗倒是砸了 这就是实际效果 你回头什么马克龙被人弹劾下台 你看到没 搞了半天到时候都搞不上 现在习包子 你以为他什么勾兑成功了 你看那个什么谭德赛 谭德赛把包子拿捏的准准的 现在谭书记看来是牛逼 不过开玩笑 每次就你以为他搞定了 上次请谭德赛吃到吃好的喝好的 搞了半天 谭德赛 极不可能从实验室泄漏 回头做了一个报告 你看 在中国很开心 过两天你以为查完了 重新又要调查了 每次这个谭德赛 发现兜里面没钱了 赶紧调查一下这个病毒业 你看这习包子 习包子 他想得到一 他想不到二 有时候你不要别以为谭德赛 就是简单 谭德赛不简单 人家当那四位总书记 开玩笑 从埃塞尔比亚出来 有好办法 黑赤黑 所以在最后吃亏的 肯定也中国老百姓 包子无所谓 今天还看到一个 是国务院 国务院印发 应对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我去 你们全国人都不用戴口罩了吗 你说鬼屌不鬼屌吗 这个国家 我要是现在还在中国 我走线 我马上滚 这么个玩意儿 这有病这个国家 全国口罩都不用戴阳性都上班了 病毒疫情都结束了 还给打疫苗 回国还要核酸 你现在全中国哪里做核酸 我这打这个探测灯 我都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现在回国要做核酸 这还搞经济 现在还要给老百姓打疫苗 卫健美 新冠疫苗还是要打 特别推荐两款 估计还要自飞 赶紧去打呀 是不是啊 还可以现在 我之前做MRNA不行了 现在搞出来个神州疫苗 神州疫苗 还有MRNA 现在回头让你们打 之前说我们灭活很好 结果现在MRNA 就这么个玩意儿也有人信 这不是欠非 那么这简直是 哎呀 回头那是重新不用搞经济 你看着吧 搞搞啥经济 今天你看 还看到一个这个稀释极恐的 继续讲新闻 四川达州 宣汉县一楼房 坍塌 楼塌了 北京南太阳 阳西灰尘 到处全部都灰蒙蒙一片 楼塌了 怎么楼塌了 中国给开放几十年 都复杂工程一个一个塌 走着瞧 之前那深圳什么赛格大厦 搞了一点补墙 回头全中国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暴雷 看着吧 就说因为 你这个楼房建讨的 他有寿命的 中国这么多大白项工程 我都告诉你什么港 桌大桥泡了几天全生锈 要不断砸钱 说说真的基础工程这个东西 那就是无底洞 中国以后没钱 他看到什么路桥到时候又倒了 说什么 没钱全部搞不定 没钱 没钱 所以到处楼塌了 大概率事件 现在不是说要查自建房吗 刚好了 他的好 刚好全国来一次大检查 哪个自建房不行的 交钱 交钱 交了钱就不拆你这个自建房 对 中国楼百姓 没有好果子吃 先说到这样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的分享 拜拜